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这又是买彩票了是吧 我这前两天买两株 想当我跟你说啊 这东西有规律的 你要按着规律买的号码 打赏一定能中 老妈呢 睡了 已经睡觉了 我跟你讲啊 你看 这是我上期买的三个单数 你工作找得怎么样啊 工作不着急 我就这两天正给我找工作的 钢子哥 你这买彩票吧 你平时当一个休闲娱乐就行了 你不能这么一股脑子钻进去 这要是五百万那么好挣的话 大家都不用上班了是不是 收起来吧 早点睡啊 你嫌弃我了 你说什么 我说你嫌弃我吗 我没有那个意思 我知道 我在家整天不上班也没个出息 不过我也没闲着呀 我这不正用脑研究这个呢 那你打算 一辈子就研究这个了 还说没嫌弃我 好好好 你当我什么都没说过啊 你接着研究 好好研究啊 好 您好 翠珠街派出所 噪音嚷鸣 您在哪里啊 好的好的 好的 我们现在带人过来 不谢 走吧 走吧 回吧嘞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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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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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什么是巴黎达岛农业天天丑树 没一天消灭 怪不得现在这些租树都说 防火防盗防艺术 谢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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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太难道了 我现在等快睡 快睡 阿玉 你怎么能撒塌 阿玉 要开心吗 给我醒醒 听点我说话 你是让我可以小心吗 你对的是小心了 阿玉 给我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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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妈 你听我讲句话行不行啊 我从回来到现在你看都不看我一眼 什么事啊 女儿 你觉得你给我找的那个终顶工板好像不太正常 怎么 你说她没事老翻我扔掉的垃圾 偷听我捡电话盯着我看 是不是有问题啊 她是不是捡垃圾卖废品呢 那她干嘛一直盯着我看啊 妈 你知道吗 我在屋里她就一直站我门口 我一开门把我吓一跳 原来是这样 回头我说说的 妈 你是不是派她来监视我的呀 我让你搬出去住 怎么会派人监视你呢 那你把我换个终顶工吧 行行行 等我忙完这段再去趟劳务市场 小心我跟你说 这雅丽阿姨家挺困难的 我用她是考虑到这一点 你要是看她活不好呢 妈妈就帮你换完 你要是认为我派她去监视你 对她来说挺怨的 那算了吧 她看活爱倒是挺细心的 她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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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样的 一样的 小夕 到妈妈身为总经理啊 你想干什么妈妈都答应你 你先去睡吧 妈妈必须把她赶出来 妈 你什么时候升职啊 就这一两天吧 完了 彻底完了 都闹什么呢 没事 妈 你忙吧 喂 陈宇啊 啊 是这样的 谢谢。 我买了inte音乐 谢谢。 arg · 你不想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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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不要再跟华月来往 他不会那么堕落的 陈宇 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昨天晚上他们十几个人 人居众息事要做案 各个炎酿成阳性 被我们给居了 华月被关起来了 那你赶紧帮我去救他呀 我去救他 我不是去杀了他 不小心那些都是什么人啊 你能不能离那些人远一点 能吗 华月要被关多久 是我的 不是你就非他不可吗 他这么毁自己 不也等于在毁你吗 你们这样能有未来吗 你想过吗 不是 他真的只是一时好奇 再加上他最近压力又大 等他出来我一定告诉他 不让他再碰这些了 行吗 陈宇 他并没有你想得那么坏 我知道了 你是中了他的毒 那我不管 这次你一定要听我的 也必须跟我们分开 如果你要再让我看见你 刚才来往的话 我一定会告诉你吧 你怎么这样呢 赵晨宇 我知道你都觉得我很卑鄙 你也很可能会恨我 但是我不想你以后后悔 你一定要听我的 我不会害你的 随你别 小哈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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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跟你说件事 你找陈总的事吗 什么事啊 他要身作总经理了 一会儿任命书就到了 你这一天到晚的 怎么这么多八卦消息啊 这可是官方的可靠消息 好 喂 你好 我是 好的 好 我会配合周总的工作的 好 再见 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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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先看看吧 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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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 合同好了 着急各个部门开会 现在吗 是 告诉他们 新商人的总经理周立仁 一个小时以后 要听他们的工作汇报 好的 新任总经理 恭喜 恭喜 周总和您一起工作 是我的荣幸 业务管理方面 我还需要陈总多多帮忙 应该的 应该的 您快请坐 坐 坐 周总 您看看 您先听哪个部门 给您汇报 不急 不急 二福院的细节采购 是由谁负责啊 是我 已经跟医院签署了异项书 合同的草本刚刚拟好 正准备给医院采购出的 陆处长发过去 那好 会议结束以后 请你把合同草本 送到我办公室 陈总 在这之前 你做了不少的准备工作 不介意 我抢了头工吧 哪里啊 周总 您真会开玩笑 都是为公司做事 你们说这事闹的 陈总盼星星盼月亮 结果总公司 通降了个周总过来 一来啊 就把几个项目拦在手里 我看这周总啊 很有可望的 不叫了狗啊 咬人 陈总啊 能力是能有能力 但是呢 就是锋芒太露了 我想啊 总公司是怕他搞独立 行了 行了 别说了 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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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头 刚才那男的谁啊 哪个男的 跟你有说有笑的呀 那是我同事 老头 累了吧 我帮你拿 你来这儿干嘛呀 我这溜达溜达 就溜达到这儿来了 刚才 我真的觉得你应该找个活干 你就是逞天闲的 每天神神叨叨 行 都听你的 你让我干啥都行 我妈都说了 听媳妇的话有福 你说的那个男孩子 我知道 我在小星家见过几次 说起来我也挺不好意思的 关键是小星这孩子 我越跟他说什么吧 他就越跟你反过来 这我也不能让四小时看着他 这不是您每天都去他那儿吗 所以 所以就麻烦您了 好好好 我会看着的 你说小星这孩子 他找了什么魔啊 我还真没有看出来 那个男孩子好在哪里 你说小星 小星他喜欢他什么呀 阿姨 这样 你要是再看见他呢 能帮着挡挡就帮着挡挡 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 您就给我打个电话 好 对了阿姨 小星这件事情 可千万别跟锦发阿姨说 要不然小星就该遭殃了 而且锦发阿姨要是知道了 气死了肯定 我知道我知道 我不会说的 谢谢 真是 真是给您添麻烦了 不好意思 这说的什么话呀 你看 你为了我 你这么费心 为了小星好 上次我还误会你 陈宇啊 真是个好孩子 心底善良又懂事 我看呀 你跟小星 还真是挺合适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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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你干吗上我东西啊 对不起 你在家可能看你女儿的日记相册 这些都是家常便饭了吧 但是在我这儿不行 这是我的隐私 希望你能够尊重我 也希望能够我们互相尊重 这样才能继续相处下去 我知道 我知道了 小心啊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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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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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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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看行不行 我现在就看 是英语 姓小李 中国帝国 我都看行不行 那你能不能答应我 你以后不说这种话了 好 我都答应你好不好 只要你不顾 我啥都答应你 孩子 要疼就喊出来啊 没事 阿姨 没事 阿姨 我没那么娇贵 弄成这样 真是可怜哪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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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不饿 阿姨 阿姨 以前 我有什么不礼貌的地方 您别在意 不会的 都不记这些事 好了吗 好了 来 进来吧 怎么样 刚给她上了边药 背上好些了 晚上别忘了给她吃药 知道了 我熬了点白粥 什么都没放 太能吃了 可以 你是去阿利吧 你还记得我吗 您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怎么会不记得呢 进您的手啊 治好了这么多病人 没想到 您还记得我啊 我当然记得 你女儿还好吧 她后来去读书了吗 读了读了 读的是殿大 等科都毕业了 现在都已经工作了 太好了 就算 熬出头了 是啊 好 我听王爷说啊 她给小新找了临时工 没想到 会是你 就是 我也没想到 这次呢 多亏了你 你放心 这部分工钱 我会当给你算的 不不不 我不要您的钱 这怎么行呢 出来做工 就是为了挣钱 再说我知道 你们家并不富裕啊 行 那我就不客气了 谢谢啊 你等等 我想 问你点事 可我不知道 该怎么说 什么事啊 你丈夫 小丽阿姨 来了来了 真的 真的谢谢您了 谢谢 谢谢 谢谢您 回头我请您吃饭 好的 那先这样 拜拜 拜拜 漂亮 陈宇 这么巧啊 我这样去找你就来了 我今天想来问问你 我上次拜托你那件事 有眉目了吗 就是帮你那位找工作的事 落实了 真的 谢谢你啊 你来找我就是为这事 那太好了 省得我去找你了 你是不知道 我这两天都快被他烦死了 怎么了 他现在待在家里没事干 每天呢 出了研究彩票 就是见识我 我 这就叫关心则乱 大男子主义嘛 所以你要理解 那我丑话可说在前面啊 到时候人家上了班 你们天天见不到面 你不能到我这儿来哭 谢谢你啊 谢谢什么呀 应该的 那老人家呀他长入床了 我熬点草药给他抹在身上 他就不会留疤了 这可是咱们家的土方子 他家的孩子还没回来呀 那你这晚上是不是得留他们家了 他一个老人家在家 身边没个人 妈实在是不忍心 可是 我也不忍心你这么辛苦啊 没事 就这两天 累不着妈妈 好吧 刚子呢 晚上给我买东西去了 怎么还不回来 去 来 你去迎迎那儿吧 来 行 你去 去 我回来了 回来了 大清晓哥 曹王 你回来了 大清晓买着了 给我给我来 太好了 港子哥 你过来 我跟你说个事啊 我有个朋友啊 想介绍你到婚姻公司跑长途 你愿不愿意去 啥朋友 男的女的 女的 这跑长途不得天天在外的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活挺好的 你看一开始吧 你可能会苦一点累一点 但时间长了等你熟了 咱们就买辆车自己干 这苦点累点我都不怕 我这不想 这见不着你我心里没底 那咱也得先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是吧 你不是说要照顾我和我妈吗 难道我们就坐在家里面等着你的五百万 那行 听你的 我去 你回来了 回来了 进来吧 我听杜大夫说 你还得过几天才回来呢 办完事就提前回来了 我听雨过都跟我说了 多亏了你了 这个钱是额外送给你的 你拿着 不用不用 哪能要这么多啊 你就收下吧 这是你应该拿的 那真是不好意思了 小新呢 她还好吗 好多了 睡觉呢 谢谢你啊 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 你呢 明天早点来 把这个窗帘 这个罩 还有那个床罩 背罩 都拆了换了洗了 用消毒液 把这该擦的都擦了消消毒 我让小新回家去住了 明天早点来 对了 陈总啊 这是我熬的草药 是我们家乡的土方子 特别管用 抹在背上啊 就不会留疤了 太难闻了 是有点难闻 但是啊 特别管用 试试吧 还是算了吧 小新都快好了 有时候啊 这土方子也不管用 你拿回去吧 你就试试吧 太难闻了 那赶快拿出去拿出去吧 明天早点来啊 早点来啊 要不然那床单啊 都不干了 别忘了 当心啊 喂 周总 有什么事吗 二福音的订单 您不是跟陆处长 已经联系上了吗 开会 周总 可不行 我女儿病得很严重 我要陪着她 那好 谢谢 再见 小心啊 妈 你说什么 没 没什么 小童啊 刚子呢 妈 我刚才不是刚告诉你的吗 刚子她出车了 瞧我这脑子 忘了 忘了 爸 您没事吧 没事 别忙了 赶紧坐下来吃 小童啊 刚子这出趟车得几天啊 这可说不准 远的呢 可能得一个礼拜 近的三四天就回来了 这有事干 总比在家待着好 谁给她介绍的工作 咱们得好好谢谢人家 那 是赵晨宇 赵警官啊 赵警官啊 妈 我跟你说啊 这件事就咱们俩知道 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冯刚 他要是知道了 肯定得瞎想 赵警官啊 真是个好人 帮了咱们这么多吗 咱们得好好谢谢人家呀 那回头我有空 请他吃顿饭 找个好点的地方 别怕花钱 妈 我知道 心里有数 陈总 总算找到您了 您不在公司 公司都乱套了 周总不是在吗 周总 他已经调回总公司了 为什么 公司的两个大订单都泡汤了 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都是合作方的单方面终止合同 终止合同 那可是要付违约金的 他们宁愿付违约金 总公司的王总明天一早就到公司 让我通知您明天到公司召开紧急会议 上导周解决方案 行 我知道了 嗯 那我先走了 再见啊 谢谢 谢谢 这个老周啊 也真是的 刚来就接手这么大的订单 他不搞砸才怪呢 王总 您别这么说 周总啊也是太上心了 这两单生意 还有挽回的余地吗 王总 这几天我去找过陆处长很多次 他都是闭门谢客 说器材已经被别的公司定了 不可能 他是在找借口 这种器材是我们公司的专利 他怎么可能从别的公司定呢 我把老周调到这儿来 本来是想让他抓着公司管理的 谁知道他这么冒进 小辰 公司总经理这个位置 还是由你来坐吧 王总 您太抬举我了 总经理 我是做不了的 您还是从总公司派人接手吧 不要再推辞了 你就是最佳人选 杨总走的时候 特别给我推荐给你 我当时是考虑 你在公司管理方面 可能还有些不太熟悉 所以 是我用人失策 不不不 王总您别这么说 小辰 总之这件事情就这样定了 既然王总这么信任我 我一定会尽力的 陆同 你牺牲一个长假 明天一早就去一趟上海 跟陆处长接洽的那家单位 好像是湖北的 你想办法跟他们联络上 探探底 明天 我一个人去吗 是 明天一早就走 我会把地址给你的 有什么情况跟我汇报 好 杜小新 上海的那场演出 你去不去啊 什么演出啊 就上海那边房地产商 邀请的一个演出 上海房地产 怎么会邀请我们去演出呢 这样可能显得 他们卖的房子 比较有品位吧 没意思我还是不去了吧 那好吧我跟他们说一下 你好啊家里那么有钱 别我们到处跑商演 我们哪要是靠着团联 发了这点薪水过日子 早晚得饿死 那你们好好演吧 好那拜拜啊 喂 你好 什么 你出来了 你在哪儿 喂 我明天飞到上海之后 再想其他的办法 要不然我妈肯定 不会让我吃的 我到了上海之后 给你打电话 阿姨先不说了不说了啊 拜拜 喂 陈总 我到宾馆了 您说的那家工厂在哪儿 我现在就去 在宾馆啊 洗个澡 好好休息一下 您不是说 不着急 你没到过上海吧 没有 这两天四处看看 玩玩 跳都留着 回来公司给你报销 那家工厂不着急去了吗 先不着急 怎么又不着急了 您好 您好 你好 我前天预订的房间 不好意思麻烦出示一下中间吧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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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不好意思 您这个应该是在十二点钟之前入住的 但是现在您看都三点了 这个房间已经上比其他客人了 不是 你们没有告诉我要在十二点之前入住的呀 不好意思 这是我们这儿的规定 好 那你的意思是我的责任了是吗 那我打电话预定的时候 你怎么不告诉我几点入住呢 小姐 这是公共场所 您能不要这样大声喧哗 我怎么大声喧哗了 不好意思 我想问一下 你们这附近有没有电话充值的地方 路头 杜晓欣 你怎么在这儿啊 对啊 好巧啊 我等会儿跟你说 你先把房间问题给我解决一下呗 小姐 如果有房间的话呢 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给您的好吗 这怎么回事啊 不是 你们这酒店也太奇怪了 小心 小心 怎么了 是这样的 这位小姐呢 她之前在我们酒店啊 预定了一个房间 但是她来晚了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房 你现在还是把责任往我头上推啊 不是 你们这酒店怎么回事啊 小心 小心 你别着急 要不这样吧 你先到我房间去 在我那儿休息一会儿 这样 你们要是有空房出来了 你就给我打电话 1316通知我们一下好吗 好的 谢谢你啊 走吧 行吗 行 来 拿着 走吧 谢谢你啊 他们这酒店也太奇怪了 这也 不好意思啊 我把你这儿弄得实际有点乱 没关系的 你来上海干吗呀 出差啊 你呢 我啊 我也是 我们两个出差都能碰到一起 真的是太有缘了 你用吗 我不用 谢谢 我帮你吧 我帮你吧 谢谢啊 喂 喂 是小新吗 你怎么现在才给我打电话啊 我爸我妈现在看得过去 寸步不离 那怎么办 对了 你现在找个住的地方了 那算是找到了吧 那你先住下 把你的酒店地址发开 我要是能想个办法 我立刻出去找你 好吗 那 那 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见面啊 我最多在这儿就待三天 我尽量吧 现在我爸正在乞讨上 今天我里表现得过一点 真怕他以后不让我走了 不是 你的意思是说 你爸要一直把你留在上海吗 嗯 我看他真有这个意思 哎呀 哎呀 那怎么办呢 你 你要在上海 我怎么办 我也怕呀 所以这几天我这表现要好一点 你也得让我爸多多 是不是 哎呀 我都跟你说了 不让你碰那些东西呢吗 哎呀 现在说这个不是已经完了吗 老婆不跟你说了啊 我爸在晚上叫我呢 我要是能出去找你 我一定出去找你啊 爱你亲爱的 拜拜 我爸 没事儿吧 没事儿 喂 你好 你好小姐 真不好意思 我们为您联系了一下 现在只有新龙酒店 还有一个标间 我已经让他们把房间留住了 您朋友要是愿意的话 随时都可以过去 呀 好 浑 很好 葫草 浑 脂 浑 这 開始 уйте